哇,今天有很多人 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終於來到一條大家最期待的路線 跨區的路線 不是開玩笑,真的有很多人 平日出來踩單車,踩到好像星期六日 來到這裡,終於好一點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沙田澳道 沙田澳道就是一條位於黃大仙 那邊比較出名的斜路 今天就是踩過一段路 在幾個月之前,我拍過一段影片 是我由沙田踩觀平路,踩上飛鵝山 今天也是踩上飛鵝山 但是路線就不一樣了 踩上飛鵝山就有三條比較出名 出名多人踩的路線 第一條就是由飛鵝山踩上去 第二條就是今天要去的沙田澳道 第三條是由觀平路踩上去 我們今天要去的沙田澳道 就對比觀平路是容易的 我就是由大埔出發 然後沿著單車徑踩過去大圍 一會去到大圍之後就轉上去大埔道 過了大埔道之後就轉去歌和老街 然後由歌和老街就踩上足原道的方向 足原道就不可以整條踩上去的 那一條橋就不可以進去 所以去到那時候就要自己想辦法 看看怎樣過去了 去到足原道再踩多前一點 就是沙田澳道 今天的主題了 我在城門河 時間就是2點40分 我就希望在4點之前去到沙田澳道 真的挑戰那一段的路 幾驚辛苦 我終於都來到大圍了 現在就過去對面了 我現在就來到大圍準備到馬路 在大埔道我就儘量留一點體力了 對啦 那麼 Let's go 了 回到馬路 馬路馬上不同了 這條路終於都整完了 前面這個位置 進入大埔道 沙田澳道也是一條很出名的路線來的 它的出名程度就好像沙田的獅子亭那樣 如果你是有玩開單車的 你沒有怎樣踩斜路沒有什麼研究 可能不知道這些路 但是如果你是衝開車的 尤其是會玩很多不同的山路 你應該會知道獅子亭 沙田澳道一類型的路 不過這段路踩上飛鵝山的話 我都會歸類為踩大山 就是觀平路 飛鵝山道 和今天的沙田澳道 都是踩大山的頂級 不過飛鵝山道和獅子亭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難很多 它段路是有1比5的 所以就 啊 遇到今天是極限挑戰了 我今天的目標是一腳踩 踩完沙田澳道 沙田澳道由底 踩到上去摘山道的觀景台 最頂的位置 就大概3.5公里左右 第一次挑戰了 今天真是熱啊 如果是三十多度走去踩 真的不行 這樣踩過去的話 好了 準備下車了 待會我下到哥和老街那裡 我想會停一停一次的 那我現在就一直踩過去 哥和老街了 好大風 不是因為我現在的速度很大 不是它下面的速度上來 好像幫我自動減速這樣 不用怎樣煞車了 現在是 那些風在這裡幫我減速 啊 好啦 然後直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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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哥和老街 那踩完大步道 現在再踩步去捉原道的方向 不過前面紅綠燈位 先停一停 好了 那又繼續出發了 來到這個位其實是 要繼續上車的 不過它上車又不是說 全部都一直上車的 有少少上車 下車上車 最麻煩是有些紅綠燈位要停 對了 那現在出發了 踩到這個位置時間是3點13分 看這輛車轉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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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輛超煩 嘩 嘩 因為它是下車有紅燈 前面是上車又有紅綠燈 所以就煩一點 好少 下車了 下車了 終於有一個位置是不用停了 下車了 不用下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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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到足原道了 嘩 這裡轉彎了 現在來到足原道了 前面就是沙田爬道了 但是我不太擅長在那些斜路停下來再起步 我覺得很累 繼續踩就好很多 停下踩下停下踩下就辛苦 嘩 有個洞 這個保護式 立刻射一射力 嘩 我有一點點像是 走錯路 為何和我所想的有點不同 嘩 不是 對 因為這裡的感覺 太有那種和善的氣氛 但是沙田爬道明明是很有迫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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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車是否有什麼事 嘩 嘩 伊拉的士當然是 很趕時間 對了 應該前面就是沙田爬道了 我這裡要停一停準備 順便可以看看我從大埔踩過來用了多久 是用了1小時21分 那上一次就去踩華山 那我踩完華山之後就有師兄是告訴我 你踩到上去華山其實踩沙田爬道都不會很難的 搞到我現在很大壓力 我覺得應該都有點難度 他前面 他前面是有一個地方叫做 法藏寺 那去到那個寺之前都是很難的 對了 這樣 打大佬了 踩大山 沙田爬道 現在沒有什麼車 我記得他前面也有一盞紅綠燈 上網看過 希望他給我一盞綠燈 嘩 來了 車了 開始 嘩 是紅燈 再來綠燈 車了 下車 我忘記了按按鈕 OK 忘記了按記錄 馬錶 馬錶規規地 它顯示是8% 嘩 但我不覺得只有8% 我不覺得只有8% 還有雙鞋 我覺得不夠緊 正常一點點 十三% 十三% 看不見了嗎 不是開玩笑 十五% 很長 十六% 這雷車 這雷車 不是開玩笑 最重要是長 看不見了嗎 看不見了 知道了 是裝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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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好一點了 嘩 回氣位 但還是在上升 神經病 這個很容易 人家很開心 波哥 我真的很痛苦 謝謝 好痛苦 18% 不是 說笑話 有沒有平路 謝謝 加油 哎呀 平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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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氣 心啊 就發爆炸 哇 究竟我可不可以 一腳上到頂呢 我是可以的 相信自己 排除艱難 太陽 我的目標在上面 在上面 在頂啊 好了 又有回氣位 這裡很棒 回氣位是很重要 珍惜每一個的 回氣位 啊 真的回一回氣 不是開玩笑 啊 喝水 順帶一提 前面呢 都有一個亭 叫獅子亭 一會兒大家應該會見到 這裡呢 沒有什麼太陽曬到 好一點 剛才太陽太猛烈了 不是啊 聽到後面有車的聲音 哇 這麼巧這個位 咦 還有一輛 哇 咦 蛤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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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是 謝謝 其實我的天氣肥了 蚊蚊蚊蚊 耳竹亭 我看到 觀平路的分岔位 不是 看錯了 斜到有幻覺 剛才衣山郊野公園 HELLO HELLO 買一隻買一隻 拜託看著我的衣服 巨型香蕉 我當我是 什麼 看到他們的眼神 我就知道 有一隻貓 喵 這裡就是獅子庭 這裡是 池雲山的獅子庭 很可憐 這些位置怎樣 車子還在我後面 我無能威力 做法庭路很遠給他 對 對 相信我的技術 對 都謝謝他們 這麼禮讓 沒有搏我 樓下有聲 不是 對 過 過 你們不要塞著我 不用看到一腳下腳 應該是一半 還有一半 我預計了我今天回去 應該會變客人 很浪費 速度都大 維持在白了 漫漫長落 這裡看出去的景色很好 好美 給大家看看 好美 究竟能不能賣下去呢 很雷鎖 這個位置 一轉上來的風 我覺得是不同的區域 剛剛那裡是酷熱 這裡是普通區域 普通區域 知道這段路 就輕鬆一點了 感覺就不是說很邪 回氣了可以 比較長的回氣位 有隻腳也可以保持這樣溫 我看到前面真的在觀平路的分岔位 上次就是上來的那裡 然後推車上去 扎山道和啡場 這次真的沒有幻覺了 可不可以一腳呢 就看完最後這段路了 然後真的保持著上斜了 這裡是官平路 上次出來 這次跟上次的官平路對比 就輕鬆很多 不過 以一段路去看的話 都是辛苦的 這裡都長長的 我記得 我相信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的 我是平駕過完 我的實力 我才來挑戰 我會失敗 不可能 不可能 一腳到頂 沒有難度 來了來了 其實也有點辛苦 不可能 上次呢 我就想有人 撞我上山 這次我要自己踩上去 又有車 X 又有車 又辛苦了 又要走 我會回來 這邊很差一點 又沒那麼曬 然後再回來 又沒那麼曬 好熱血啊 我很久沒試過 挑戰一條 這麼有挑戰性的斜路 而目標 是一腳 三天敲動 我要贏你 我要贏你 前面是不是到了 是不是到了 刺激了刺激了 輕鬆啊 輕鬆啊 嗚 爽啊 哇 真棒啊 導彈 風險 上來就可以看到 飛鵝山的景色 這裡就是扎山道的觀景台 如果由沙田爬道踩上來的話 這裡就是終點了 如果是由另一邊的飛鵝山道就是 那邊是終點 飛鵝山道的觀景台 那這裡是另外一個的觀景台 所以是有點不同的 哈哈哈哈 早知道會禮拜你啦 我現在都在雜山道 謝謝 所以想跟你一張照片 好啊 沒問題啊 好 沒看著 好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你遲點 大過一點 再修圍一彎 哈哈 哈哈 謝謝 拜拜 今天又達成一個新的成就 踩上來沙田爬道 經常都聽別人說 踩上來是有挑戰性的 不過又 可能踩完觀平路呢 你這樣對比回來 你會發現這條 又不是說實質上 真是很難 之後就有師兄 是告訴我 你踩上去華山 其實踩沙田爬道 都不會說很難的 但是對比回大霧山的話 我就覺得 這裡會難一點 踩沙田爬道的話 大霧山它是長 這裡前面那段真的太斜了 我想有一些人是踩頭的那段 都可能是一踩完就要休息了 被KO 而大霧山的話 你慢慢地踩上去 有機會是一腳可以踩到過去 去球牌 而這裡呢 就未必了 對於某些人來說就是 上到來我都評價一下難度 我會評價是六顆星 如果大霧山和這裡對比回的話 就說這裡會是藍一點的六顆星 大霧山就容易一點 大霧山對我來說就容易一點 然後就是藍一點的沙田爬道 再上去就是 我覺得會是紅花嶺 再上去就是 公平路踩過來這裡 我發現我這張座箭呢 這張是新買的 被我坐到是退前了 鎖得不夠緊 我本身是拚多一點 剛才上來那個輸出 是太大力 我都感覺到這張座箭 為什麼呢 躺得越來越前 因為它是炭軌 我不敢說鎖得太近 我怕鎖爆條軌 所以 鎖鬆了一點 不過應該可以再更多一點 那這一邊呢 就是紮山到這樣 一直下山 那我走就不由這邊走 因為如果是這邊下去 出回去大埔呢 是很遠的 可以看到這條路是這樣 到那邊 這樣 哇 繞到超遠 所以 就不由這邊下去了 那上面那條路 有些人可能會好奇 是什麼呢 就是飛鎖山道 如果你是由飛鎖山道 踩上去那邊上去 上去之後 你要下山的話 就是由這邊這樣繞 飛鎖山道就是 那邊 那邊上來就真的很麻煩 所以我是排到最後 下次才挑戰 好了 我走了 那我現在就由沿路接返 踩過去觀平路 由觀平路直接去沙田 最快的路線出回去 還有這一段回程 是不可以踩的 單程路 所以就 推一推車 總好過由紮山道那邊 這樣下山 哇 都很遠 那些路呢 很複雜 我覺得 沙田咬到一開始的 頭那一段 感覺是最難 也是最斜 再加上 如果你是夏天 很曬 三十幾度 我相信是非常辛苦的 完全是沒有那些 遮掩頭那樣遮掩 那裡就辛苦了 一個完 髮狀子 之後呢 就回氣了 開始有些回氣位 給你回下氣 有些人性 那前面就是激斜 後面就 開始容易一點 不過都是 有挑戰性的 感覺你當是把樹灘 再混合了這個 碎和路 這樣踩上去 嘩 涼爽啊 再回路線另一邊 嘩 喂 馬上有的士 剛剛上車沒多久 好 好 幸好大家的速度都不是很快 這裏看得清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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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C-Gap呢 真的煩一點點 要預算一下下下下下 我要停一停 不是的話會消灯 一段路越斜 你煞車的頻率就越高 那消灯的機率就越大 所以你預防萬一就 你一是放手 但你放手又會太快 又可能 可能會有對頭車的 所以停下是最明智的選擇 就是這些位置 你要收到慢一點才看得清楚 嘩 有人踩單車喔 Hello 厲害喔 像公平路一樣踩過來 嘩 有隻狗 這裏 馬上不吠 被我的霸氣震懾了 被我的眼神一轉過去 我看到我上次下下 下面也有一群狗在那裏 一會不會有在那裏 超重 是呀 沒錯 走一點 踩一點 只有一個 你這群朋友呢 叫你這群朋友出來 原來上次有很多人 出來 給我出來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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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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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響喔 阿伯 來啊 來啊 我怕你不出來 這位置真是完美測試我現在對LINK的眼睛 回到沙田的單車徑 這麼多枝黃柱 今天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 看看下一次又可以踩什麼路線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條片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